所以大家也都很好奇說 這45集的劇情裡面有15集都有吻戲耶 對 是不是 怎麼會 這是算自肥嗎 出品人自肥嗎 沒有沒有 不會不會 對 絕對不會的 對 但是那也是偷偷的自肥 偷偷自肥 喔 所以是對這個戲外女主角唐妍本人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我們是多年好友的 然後那個 本身的那個劇本就很大的這個吻戲 對 然後 然後我們當初拍完以後 也沒有覺得吻戲特別多 然後到後面播出以後才知道 哇 原來怎麼會那麼多 當初拍的時候覺得很自然而然 對啊 覺得沒有什麼什麼 就是覺得工作嘛 對 然後沒想到後來剪出來是那麼多 然後就是有引起大家的一陣討論 對 然後我覺得 怎麼講 絕對不是我這個故意的 絕對不可能 我不會做這種事的 但是心裡面還是蠻開心的 所以是喜歡類型嗎 還是 你是說玉琪琳嗎 還是說就是今天就講一下 就是跟粉絲朋友告知一下 喜歡的類型是什麼樣 看看台下有沒有人比較符合有機會 哇 下面很多美女的感覺 對 有沒有 所以喜歡的類型是 呃 女 女 女生叫什麼 要是女 第一個條件是要女生 對 對對對 好 再來呢 然後最好能夠那個 那個很支持我的工作 這個很重要 重要重要 然後還有 呃 要很包容 很包容的一個 對 因為真的很忙 而且有的時候又會有很多的吻戲 要包容吻戲 對 而且我們又就是常常去拍戲 常常的就是不在家 我們一出去就是 拍一個戲就是三個月以上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呃 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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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找到這樣包容的女生 是蠻難的 因為 確實我們的工作就是 工作的因素 會導致 導致就是 很多人 很多人的不諒解 對 蠻辛苦的就是 還好